这个场景25号首先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然后再去提前预判对手这个回穿球 断球后突破打门 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 25号这次高速的回追也是获得了回报 他抢在对手身前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48号这次接边线球的移动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 首先他是向对手一侧洋装假跑 然后紧接着拉开空间去接球 第一次出球非常合理回传给队友 还是48号在本方办场了一次非常积极的接引 可惜队友并没有传 他第二次依旧再去主动要球 队友这次传球显得稍微慢了一点 86号在这一季上比赛中都是打一个中锋的位置 但在这个场景他出现在了后腰的区域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细节的表现 他的移动他的观察 包括他很适应的出现在了6号位的区域 去停出两脚很简单的处理 就把这个球摘了出来 这个球86号回到了自己的中锋 位置去回车要球 实际上他周围都已经非常空了 可惜队友这个球还是没给 但是他的空间感 他的无休端的观察还是非常的明显